又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知道您父母都是储剧表演艺术家 自己小时候也学过戏 其实您和京剧的渊源特别深对不对 因为我是从小看着戏长大的 父母都是戏剧演员 所以自己从小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学的京剧 所以这个好像慢慢其实随着年龄增长 就是它好像是渗入到骨髓了 所以有的时候一想好像也都是最会唱的 好像也是京剧 别的都不如这个学的快 就是从小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这些 但是中途有一段时间会听歌啊 做跳舞啊干什么的 但是慢慢慢慢的其实这些东西 就是戏曲这些东西好像养分一样 所以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越来越来越喜欢 我觉得学戏曲对于我后来的演戏特别特别有帮助 因为戏曲就是它在节奏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个戏曲的锣鼓点都是在外面 所以亮相啊什么节奏啊都在那个节拍里头 但是要到了话剧舞台上或者影视剧这些都是没有节奏的 因为你看似他没有节奏但是演员的心里是要有节奏的 他只不过是把一个外部节奏内心化了 所以这个节奏对于我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 尤其是在舞台上 因为在舞台上你要由着信的自己去这么演 那好本来是两个小时的戏 你演到两个半小时观众根本就坐不住 所以这个时候他演员自己的内控能力特别需要 所以这个就是京剧带给我的节奏感 随时随地都要 平时休闲的时候会唱上两嗓子吗 我不唱 我不唱 除非说就是有什么节目让我学 我都现学 其实我以前学的戏总共才学了三年 是没有学多少戏的 但是我平时喜欢听 喜欢听 其实我就是喜欢听他 他的那个唱腔的韵味 我觉得好像这个韵味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就是觉得那种 那种唱腔 他的旋律 有的时候是真好听 其实唱着戏的时候 不见得是要喝茶 他也可以在吃零食的时候 就是我就觉得看搭配 我就觉得各种搭配 有趣 有意思 据说您平时听戏这个爱好影响了你女儿 让她也变成了京剧爱好者 我女儿算不上个爱好者 我女儿她特别小的时候 她就喜欢 喜欢看电视里头的戏曲频道 她喜欢看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嘛 喜欢那种闪闪的呀 完了之后 那个穿得很漂亮啊 这个她确实是喜欢过 会考虑让女儿往戏曲专业上发展吗 我觉得这些都是 就是孩子自己喜欢什么 他就自己会去要做 因为我是觉得强迫他做一个事情 家长怎么强迫 他永远不会到家长认为用功的那一阶段 那个地步 所以只有他自己喜欢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他可能就是我就觉得太累了 你别你别做这个事情了吧 他都会不管风里雨里 他都会去要做的 我就是觉得让他有一些 你知道欣赏就可以 我觉得这些就是戏曲 是要你不会做也没有关系 不会唱都没有关系 但是要学会欣赏 这个很重要 你和冯小刚导演结婚1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请了很多朋友来庆祝 刚刚过去的9月19号 是你们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 这次是怎么过的 我怎么过的 就是跟冯导演俩吃顿便饭 我们就吃顿便饭 但是我特别让我觉得有纪念意义的 就是他送给我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就是独此一份 没有其他 就是他把我们在一块合作了有10部电影 他把10部电影剪成了小片花 所以放在一起送给我 我觉得这是一辈子最贵一种的纪念日的礼物 接下来的10年 有没有想做什么之前没做过的事情 我有 我就是想做一台自己特别喜欢的话剧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的一个梦想 您开始行动了吗 没有 任何都没有 我只是先想着